从新疆人口发展情况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新疆人口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人口素质不断提升 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新疆人口从478.36万人 增长到2585.23万人 其中维尔族人口从360.76万人 增长到1162.43万人 维尔族人口的增幅 不仅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 也高于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 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的增幅 新疆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 从1949年的不到30岁提高到2019年的74.7岁 新疆的发展进步 新疆的稳定繁荣 已经势不可挡 生动有力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根本不存在种族灭绝问题 外表参 Kasaj 根本不存在 进去 启 Cordial 旦